大家好我是小佐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一的盘前那么今天的美国股市是修饰的哈但是我们的股者期货和外汇市场呢都在波动哈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说盘前好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也欢迎您成为本频道的赞助会员我们还是先看一下宏观层面的一些消息 美国银行说本轮熊市有望在10月份结束标普百货跌至3000点美国银行认为虽然标普百指数已跌入熊市期间后但本轮熊市可能只会持续几个月的时间了然后牛市就会到来 美银全球投资策略部门首席投资策略师MH指出从历史来看熊市从高峰到低谷的平均跌幅为37.3% 持续时间为289天如果符合这一模式 本轮熊市的痛苦将于2022年10月19号结束 这一天恰好是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35周年纪念日 根据统计平均值标普百指数可能会在3000点触底 对熊市的普遍定义是从近期高点下跌20% 截至上周五标普百指数较今年1月3号周一创下的4796.56点的记录收盘点是下跌了约23% 美银还指出历史上的牛市平均持续时间更长为64个月回报率为198% 他说所以下一轮牛市预计标普百指数将在2月28号之前达到6000点 那么他说与此同时美银的牛熊指数下图已跌至反向看涨的区间 还观察到该指标曾在2022年8月2008年7月2011年9月2015年9月2016年1月和2020年3月跌至0 当之前指标跌至010之后三个月的回报率都很强劲 除了2022年的双底衰退或08年和11年的系统性事件之外 这个除了是非常关键的 大家看他统计的都是常规的熊市 那么极端熊市还是比或者说比较复杂的熊市 但是他是排除在外的啊 所以我们不能迷信啊 另外猜一个绝对的时间点 我是觉得怎么就当做一个参考就可以了 另外知名空头JC说美股还要低啊 这是显然的 美国知名空头JC认为由于投资者还没意识到的 还没意识到利率将继续上升 市场还有更多下跌空间 他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 很多人的想法依然是 实际利率不会达到2%或3% 如果根据现在的宏观经济和通胀数据来看 未来如果利率达到5%或者6% 很多市场参与者将会承受不了 很多公司的投资回报率将会非常低 他称其投资组合中仍然有很多空头 这些公司几乎没有盈利 而且他们的估值在经历了这一轮下跌后 依然是现金流的30倍甚至40倍 据了解他将当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归咎于美联储在18年 年底决定转向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立场 同时他还指出在疫情爆发前的19年秋天 零售佣金普遍下降也是引发股票交易狂热的另一原因 就在那时散户开始涌入市场 从19年秋季开始大家都决定选股 买其全19年10月市场的疯狂真正开始了 散户入场的速度在2020年的3月因疫情爆发而减速 但美联储一打开水龙头 这一趋势就又回来了 一直持续到21年的第一季度 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 到2021年2月市场开始用SPAC上市 每个新的SPAC平均募资30亿美元 总募资金额相当于美国人的储蓄 除此之外 虽然较高的利率对风险较高的资产来说是个问题 但他认为那些资本回报率较低的行业 例如消费类公司 房地产ESG领域公司 在利率走高 融资成本加大的情况下 过去的好日子可能已经结束 一会儿我们看一些图 我们看一下盘前股指期货的表现 包括原油和黄金 那么今天虽然美股休市 但是在亚洲欧洲交易时段 还是给出了一定的波动 因为这个市场没有休息 标普白指数期货是微涨0.73% 在技术上是再次往上回踩 我们看到日线级别非常小的一根小阳线 那么今天是小幅高开 小幅跳空高开 然后稍稍回落了一点 然后现在是往上拉的一个过程 微涨0.71% 这个力度还是相对较弱的 所以他为什么没有往下砸呢 可能还在叙事往下走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那么在上周五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等待一根音线 然后去往下走空 如果你做空的话 理论上在当天日内就已经指过赢了 在左侧底点附近 那么现在他今天是行了三根 四小时k线 他再次回落 然后上上拉升了一下 这就是今天的一个情况 那么反映了什么呢 反映了市场的交易相当的平淡 但是呢在平淡中呢 市场也并没有完全的选择向下走 而是选择了这三根线 选择了向上 那么后续在明天盘前的时候 有可能再继续往上走一走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简单说一下 那萨克指数目前是微涨0.78%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也是有向上的一个意图 那么上周呢 我们是看到了这根线 然后呢 尾盘是一根横盘的小阴线 或者十字星线 那么今天的开盘之后 也是开开盘之后 冲了一下 然后回落 然后现在再往上走 那么到明天的时候 确实是有可能往上走一下的 明天我们再看 我们重点看一下原油和黄金 对于原油来说呢 我们一方面对他比较复杂的消息面呢 难以评述哈 因为有些都是突发的哈 另外一方面我们近期观察到的是 就是在周五那天形成的强势的 周四 周五形成这个强势的阴线哈 我们说 这个我们新调整过的这个趋势线呢 是按照这三个点连一块啊 形成的 当时这是弱势震荡 对吧 上十步 回九步 上十步回九步啊 然后再再来了一个猛的 什么意思 这就是一个五浪结构啊 如果这么说 一二三四五 难知是后数啊 那么是后数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啊 他可能上一波就是这么结束的 那么近期呢 再再走一个杂盘 那么这个杂盘的消息面的驱动因素啊 是什么呢 有一部分观众知道啊 是呃 这个欧派克plus这个组织啊 在2020年的三月份 在这儿 在股价暴跌的时候呢 宣布要减产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这个油价是负数啊 这个原油啊 期货都是负数 为什么是负数呢 主要还是 一是需求量不大 二是啊 库存成本高级啊 库存成本大于这个售价啊 就没人买油嘛 然后就存着啊 这个成本就高了哈 导致啊 这个油 整体油是白送给人家 还要还要倒贴点钱 但是也没人要哈 那么现在呢 经过了2020年到现在是 两三年了哈 三年了三年多一点 啊 经过一轮上涨之后呢 在近期呢 爆发了一些冲突啊 那么在高位反复的震荡 好吧啊 有点弱势夺头的一个感觉 呃 那么现在呢 呃 近期的一个可能的多头小趋势线 那如果后续呢 再跌破这个位置 那那就麻烦了哈 我们要看到时候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破位了哈 对原有的趋势完成了一个双重顶的测试 左侧最高顶 然后右侧顶 测试之后呢 就可能要走一些无需震荡或者是熊市哈 具体走什么 我们要用眼睛去看 同时我们在上周五调整了三根支撑阻力线啊 大家可以画好 按照日线级别去画 最高点在近期的这个高点这儿画一根 中间画一根 下方画一根 啊 这就是三根 三根线啊 所以啊 我们啊 今天看到的是一根阴线的感觉啊 啊 下方的MST还是一个死查 表明当前这个回撤啊 当前这个下杂还没有完全的结束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呢 我们说啊 要是看到类似这样的一个双重底之后 什么双重底 你看 跌一下 弹起来 再跌下来 再弹起来啊 这是一个小的局部的双重底 那么如果接下来再给出一根阳线 应该在阳线之上挂拖破单去尝试做多头的反弹 当然我们对于四小时级别的横向运动呢 是持什么态度来着 是持中性的态度 也就是说局部的小横盘 也不能说他一定会涨或一定会跌 那么如果多头想要进场的话 挂拖破单进场做多 是吧 那么如果就是在这个小横盘的一个上边也去做多 止损就放在下边啊 去看可能的反弹 那如果就像刚才我们在日线级别看到的 如果他跌破这个长线趋势线的话 那他那你应该在这里挂一个空单去做空 行吧 这个横盘是双向都可以挂的哈 止损都是这个小横盘的小横盘的上边沿和下边沿 这个就是这个做法 现在没什么倾向啊 现在没什么倾向 按照趋势交易者的理论呢 按照支支撑阻力理论呢 是应该尝试做多单的突破单的 对吧 按照这个呃 双重大顶的一个理论呢 这地方有可能继续下行啊 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工具呢 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画一个啊 近期的一个回落的一个小的空头趋势线 那么后续呢 即便是做多也要注意这个阻力位啊 下跌趋势的一个阻力情况 对吧 多头也可以等待在这边的一个二次底 那这整体是一个左侧底的话 如果往上走的话 突破上去还要再落一下啊 再近也OK 但是呢 现在还说不了那么远啊 说不了那么远 好吧 嗯 这个是原油 原油油没有可能下跌 嗯 有可能这个震荡下跌啊 你看谈一下再往下走 毕竟下方这个mcd还是一个死差呢 而且开口的情况也非常的大哈 你看开口情况非常大吧 但是我们之前也说过啊 就现在再说一遍啊 这个呃mcd这个指标啊 它是一个趋势型的指标啊 应该用这个震荡指标去看哈 那么现在的趋势已经基本啊 变得弱势了啊 我们看一下 对吧 但是各种指标都有有利有弊啊 看kdg的话 还也之后啊 也之后 虽然它更灵活一些 但也之后 mcd也是相对来说之后一下 所以我们就看k线吧 往下破位 做好突破单 带好小之随 往上走 去看反弹 去测试这些小趋势线 小的下跌趋势线 好吧 嗯 这正好是 啊 近期的这个大幅震荡 就是这个大区间的一个中间 这个位置啊 可上可下的一个位置 好 我们看一下黄金 今天黄金 呃 亚洲 欧洲 交易者呢 是给出了 微涨 0.0.1左右的一个波动 我们看到也是一个非常弱势的 横盘 我们呢 把这个趋势线 我们这个趋势线的一直都是这么画的哈 就是把这个明显的高点一连啊 你会发现啊 正好是落在这个附近 对吧 我们可以谨测一点 就是就是这样 怎么怎么做都行 你要是把这上引线漏上去呢 也漏出去 也可以啊 就是正好连到这 如果不漏上去 你会发现他还有一定距离哈 对吧 漏漏出去 也可以啊 这漏出去是什么意思呢 就说明啊 这个咱们现在分析啊 就是这儿 假突破 突破失败了啊 所以才形成一个新的下跌趋势线 这一代上一线代表了 在当天呢 是完成了一个日内的一个 博弈啊 但是这个向上的力度 这个相对有 但是被打回来了 所以整体上还是落回了啊 也就是说这价格再次回落到这个下跌趋势线之下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走势 那么今天盘前这个波动太过弱势了啊 还没有美股 这个美股股指期户 美股这个期货波动大哈 所以我们怎么说呢 说黄金现在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点面哈 按照我们新调整 刚才新调整这个趋势线呢 理论上是在这里遇到了阻力区啊 所以多头在这里谨慎了 我们上次说呢 最好突破上去再回落啊 再看多头 但是我们对黄金的思维一向是啊 概率性的 我们看一下4000是多 那么在今天的交易者来说呢 我们在上周五给出的是在这里 在下方这个支撑区啊 去尝试做多 去往上看这个测反弹就可以了 好吧 这就是简单的一个思路 今天也可以不做啊 这个还不像美股波动大 都差不多啊 好 这是黄金 好 这就是今天大盘 我们还有一些股票 我们简单分析几只 对于CRWD这个股来说呢 我们应该怎么看 CRWD这个点呢 我们其实我们把这个 删一删 我们重新看一下 太乱了 那么近期呢 是给出了一个 大盘一样的下跌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双重顶 啊 这个头肩顶的感觉 看 画在这 你会发现 这是左肩 这是头肩 这是右肩啊 然后现在正在回踩这个横向的颈线 大家看到啊 所以后续呢 能不能上去呢 首先啊 我们对于形态都是保持 表示怀疑的啊 它既可以是这个头肩顶 也可以是 不是什么头肩顶 然后就是不断的震荡下跌啊 沿着这个下跌军事线走 是吧 所以如果按照这个下跌军事线走的话 那到时候呢 会有一种可能性 我们说说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对于形态都不是很信呢 你当前看到的都可能随时演化成新的 就是说他再往上走 如果他再往上走的话 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一个反弹 是吧 这种乐观的反弹 他就破坏了这个多重 这个这个三重顶的感觉 为什么 三重顶一般都是这样的走法 我们把这个线调整一下 走位的头肩顶 必须得跌破颈线之后 大概就在颈线这停了哈 不能再往上走了 然后就直接 下跌 这个太长了 下跌继续往下不断震荡下跌 对吧 好 那届时呢 我们应该画一个比较陡峭的 趋势线 是吧 所以到底是哪一种呢 我们现在呢 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说哈 只能说当前按照支撑阻力的 因为趋势线 你既可能沿着比较平缓的这个 上面这个趋势线走 也可能加速是吧 但是在加速之前我们还是不清楚的 因此呢 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先看他在 支撑阻力区的一些测试哈 那么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先先测试上方这个颈线 行吧 停顿之后测试再次一次测试 然后再停顿 那由于啊 在上周啊 这几天呢 是有一些横盘而且不愿意跌的感觉 那我估计呢 多头可能要再测试一下这个颈线 随后呢 再选择下行 测试一下颈线之后 如果请测试的力度太高的话 太强的话 就有可能出现我们刚才所说的啊 更高的一个测试啊 向上去测试上方这个下跌水线 是吧 所以在本周我们要关注啊 这这个位置 但如果在这测试发现啊 多头非这个多头的K线非常小哈 阳线非常的小 然后甚至给一个大音线往下砸 大家都明白了啊 他要走加速行情 是吧 嗯 那数浪行的话 这里是ABC 我们说四五浪是非常复杂的 对吧 四浪可以提前夭折 然后五浪加速下跌 四浪也可以弹得很高 那么五浪就要注意了啊 到时候他到底是怎么走 对不 因为四浪过强的话 五浪需要更高的一个 更大的一个砸盘力度 才能不断的砸破 砸破心弹上来这个波段是吧 所以这是crowd的一个走法 好吧 先按照支撑阻力理论去预期 反弹到这儿 看这里的强弱 再判断下方啊 第五浪是怎么走 我们简单说一下 同 同呢 近期我们多次分析 我们也是把它 我们把这个图删一下 你会发现它也有点像头肩顶的感觉 对吧 至少呢我们在中间这个刚才化的支撑阻力区呢 现在也按照现在的价格是阻力区 这个位置看到了啊 这是一个左肩 头肩 右肩啊 那么右肩啊 正在形成的过程中 说这个同会跌下去吗 不知道哈 我们对形态什么态度来说 是不去猜它是不是头肩顶 是先知道啊 有点那个模样啊 但它不一定那么走 下方有支撑 它也完全有可能在高位无需震荡 是吧 但我们观察到了一个点 在近几日的近几个小时的一个波动中 创了一个新的一个波谷 看到吗 这个价格拨在了这个 上周五这个黑线上 那因此我们应该画一个新的什么线 下跌的趋势线作为辅助就可以了 你就知道他愿意去创一个新的低低点哈 所以就不要去猜了啊 那么该怎么走就怎么走 波段话处理 我们已经处理过了哈 好的 这个是头好 我们再说一个游戏驿站吧 游戏驿驿站近期呢 也是在走一些无需震荡的感觉 我们在这个位置做过一次离场 对吧 那么随后画了一个下跌趋势线 一直在跟着在这突破啊 再回路啊 然后再往上走 也是有可能继续往上再走一下 如果按照浪行的话 一二三四五已经离场了 有一部分人在这跑了 对吧 我我我是觉得对这种股呢 都应该中性偏谨慎才会好一点哈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那看现在看这个样子 可有可能再往上走一下啊 再测试一下这个红线阻力区 这红线阻力区在这 然后呢 去测试一下这个蓝线下跌趋势线 还确实有可能往上走一点 因为在上周呢 这五个k线呢 是选择选择上反弹 而不是选择这个双重顶啊 所以啊 这个是这些中继也好 反转形态也好 就是这些非常复杂的横盘运动状态 或者无序运动状态 它是双向性的 看到吧 就有迷惑性吧 再再看一下 到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双重顶 然后继续往下雨期是吧 可惜不是 然后人就往上走了 是吧 所以啊 对于这种横盘运动状态呢 呃 怎么说呢 而且在这种啊 无序震荡的行情中 我们都是不想去做的啊 不想去做的 好 我们啊 先这样 那么盘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收盘的情况 然后把剩下这几根 剩下这个图啊 这个这这些这这这些股票 再分析一下 好吧 股票无所谓啊 因为没有波动啊 这个股指期货 还有这个外汇啊 都在宰幅波动 好吧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啊 盘后啊 见啊